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关注我们哦 刚开始小编就要提醒大家 吃饭的人要先放下你的饭 咱们再好好说 其实世界上的很多大城市都是有一种特殊的比好 而且是很拉眼睛的问题 那就是市民们好像很喜欢往马桶里扔饭菜 你干过这样的事吗 说到垃圾首先要说到肥山 肥山就是不小心掉到厕所里的手机 会和富含有机制的老泥 还有寄生用品搅和在一起的垃圾山 或许许多人都不知道 不仅冲到厨房下水管的厨余 会形成大规模的肥山 实际上被马桶吃掉的不该吃的东西 也是肥山的一大来源 2008年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肥山一般会在圆头下游处 50米到200米处积累形成 你冲到厕所里无法生物降解的物质 不会被乖乖地冲到污水处离场 它们就像磁体会在污水管理道里相互聚合 并成为湾曲军 以斯特军等并原体生活的温床 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其实许多国家都因为这种肥山而骨脑 因为肥山不仅辣眼睛 还是引发管道堵塞的元凶 看到最后我们发现 其实肥山问题也出现在我们身边 因为小编就干过这样的事 以后我们还是只把马桶当马桶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